由韩国金球奖之称的百享艺术大赏 入围名单出炉 太阳的后裔双宋宗基宋慧桥 分别抢世帝世后 而男星刘雅仁戏剧电影都要争帝 升格为妈妈的全智仙则要争引后 将在6月3号举行的第52届百享艺术大赏 入围作品竞争相当激烈 今年最火韩剧太阳的后裔双宋宗基宋慧桥 皆入围最佳男女主角奖 刘大卫宋宗基除了因为太阳的后裔晋升男神 也首度入围百享世帝 他将和陈军管飞闻其日大党刘雅仁 儿子的战争男公民一起角逐宝座 电视剧作品同样在名单中的还有信号 六龙飞天请回答1988 他很漂亮 另外惠丽金高恩李盛金等人 都有入围女子最佳新人奖 去年底拿下青龙奖影帝的刘雅仁 以同一部电影逆轮王朝入围百享影帝 同时又以韩剧六龙飞天入围世帝 双入围超级风光 去年带青龙奖输给李真贤的全智贤 这次两人将再次以同部片在百享自杀 第52届百享艺术大厂不及入围名单超级华丽 粉丝也开始期待颁奖典礼当天 众心共襄胜举的盛况了